大家好,我是Coco,关注良性情感 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为什么说跪天的男生追不到女生 原因有四点 追女孩子是有方法的 有很多的男孩子追女孩子的时候 就会对她很好 她提出的要求也会尽量的满足 但是还是追不到对方,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是你打的方向用错了 这种跪天的方法是追不到女孩子的 第一点就是没有男孩子的气概 你喜欢一个女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对方好 甚至是不惜自己的一个真元对对方好 成天围着这个女孩子转 只要是女孩子讲的事情 你都会觉得是对的 没有一点自己的一个判断能力 一点应该有的男孩子气概都没有 女孩子就会觉得 你遇事的时候呢 是没有办法不能保护他 没有男孩子的气概 当然是不愿意和你在一起的了 第二点就是 得到的有恃无恐 得到的永远是在骚动 当你跪天对方的时候呢 对方肯定轻而易举的得到你了 但是对方会觉得你对他好 为了得到他你是有目的地的 是在变相的索取 对方就会想要逃离你 这样呢只会让你们之间的一个距离啊 越来越远了 第三点就是抬高女生的一个身价 当你想试图用跪天的方式去讨好对方的时候呢 就等于是在纵见自己了 跪天的方式只会让对方觉得啊 你除了对对他好之外一无是处 你本着想要打动对方的心去 不但没有打动对方 还在无形当中啊 提高了对方的一个身价 第四点就是随时离开你而去 你是靠着对他的好 维持你们之间的一个感情 才会让他留在你的身边 对方享受着你对他的好 还会觉得你的好啊 是非常的廉价的 他只是暂时的没有喜欢的人 刚好呢你又对他很好 所以说他就会跟你在一起 只要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啊 他就会把你抛弃了 而选择跟他喜欢的人在一起 在爱情的面前呢 选择跪舔的方法呢 来对女生好呢 是追不到女生的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 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对本期的话题 有任何好的意见 期待你的留言分享 同时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 点赞 加收藏转发